我會鼓勵現場如果你都還沒開始創作的人的話 你生活中發生一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那件事情很值得寫成一首歌 你要在兩三天之內趕快把這首歌寫出來 必要用任何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等到你完成第一首歌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建立自己的工作模式 然後接下來遇到生活中的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或是特殊的感觸 你很自然而然的就會把它生出來 這個其實也很悬 思念就是一種很悬的東西 剛才就會講這種東西 所以今天也很感謝今天非常多的觀眾以及參賽者到現場 然後我現在在講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為了要來出來分數 今天的分數是最重要的事情 再讓我重複一次 第一名可以獲得新台幣一萬元的獎金 第二名有八千、第三名五千 組合單位非常大塊 所以呢 為了要繼續支持這麼好的文創的空間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的台南文創演員 台南文創演員的臉書按一個讚好不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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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